工作的护照、卷三、明智、史蒂尔,为了使我们的事业和工作顺利发展,我们首要必备的是明智。就工作这方面来说,明智是人心的一种性情和倾向,它能使我们以最为智慧和上架的方式去行事。 换言之,它是以最好的手段和最恰当的时机去追求正当的目标。这并不是蛇一般的诡诈,那种诡诈所寻求的是利用别人的粗心和大意来占便宜,利用别人的轻信去进行欺骗,教导人靠不义和欺诈来加增财富。 神赐与一些人超凡的智慧和技能,并不是让他们用来达成与他本性和愿望以及他人利益相悖的目标。 明智是一种与良善的良知相一致的诚实智慧,明智是不带有卑鄙和不义倾向的诡诈,而诡诈则是一种为这些倾向所败坏的智慧。 智慧犹如那光彩夺目地光,因为它使心灵复苏,使人在从事活动时能够愉快,使人生的道路明晰宽广。 当智慧使我们顺服于神的旨意时,它便让我们获得并享有许多我们通过其他途径所不能获取的益处,也使我们摆脱许多我们容易遭遇的邪恶和烦扰。 智慧使人从审慎的忠告、精明的深思远虑、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有条理的行为中得到益处,同时它还使人避免那些由于盲目的愚昧、错误的推断、不谨慎的倾泻、性极的鲁莽和无定的追求所带来的邪恶。 神赐予了人一颗善于思考的心灵,精明而又赋予远见,这是别的造物所未被赋予的。 因此,那些行事愚昧的人一方面大大的降低了他们的人性,另一方面又效法了兽性,许多人因他们的轻率和愚蠢而毁灭。 但如果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良善的,所采用的手段是正当的,我们就能期待神使我们所付出的劳动获得繁茂的收获。 即使我们的努力失败,至少我们也能够因这种失败不是出于自己的愚昧所致而感到欣慰。 当然,我们不可以一想天开地认为,运用智慧和明智可以支配神的护理之功,或者使我们不再有必要依靠神。 然而,智慧能使我们避免自我毁灭,而且它还是神界以暗己依附与人福乐和成功的途径。 在考察了明智的性质和优点之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基督徒工作者需要怎样明智地加以注意的一些细节。 一、要周全了解你的行业,以便全面熟悉其基本构成和开展它的合法途径。 要全面了解你所经营商品的种类和质量,买卖这些商品的事宜时机和场所, 每种商品能够获利和不亏损的数量,生产物品的最佳方式等等。 以上列举的这些以及其他各个细节都是你应该学习和掌握的。 让别人因拥有与自己行业不相关的知识而骄傲吧, 或让他们好奇地窥探他人所从事和关切的事去吧。 你要记住,通晓自己的道是智慧和明智的, 你的行业才是你所应该关注的领域, 你的心应当专注于提高你在这领域中的见解和能力。 如果你对他人所从事的行业不熟悉, 神和人都不会为此而责怪你, 要努力掌握你的业务, 精心筹划你的时间, 积累一切你通过观察和训练所能获得的知识。 绝不要以不断学习任何诚实的记忆为耻, 因为好运和能力不会使一个知识贫乏的人成功。 此外, 所有做老板的人都应该诚心诚意地指导手下的工作人员, 告诉他们所从事行业的所有合法盈利的秘密, 并且, 他们有责任以公正和道义的原则甘心情愿地这样做。 二, 要对你工作的几个方面做出明智的选择, 一时间, 选择最有利于你生意的时机, 二, 因为三凡事都有定期, 四天下万物都有定十五, 传道书三账一节, 买有十, 六卖也有十, 七这是每个明智的生意人所要注意的。 常常会发生一些不八, 确定或不九可预知的事, 十比如偶然的事故, 十一商品价格的上下浮动, 十二, 对十三于这些事, 十四就连最具洞察力的人也不失误, 能够把握他们, 但在货物便宜时买下, 十六在他们价格高时卖出, 十七, 并且常常谨防过量买入昂贵或价格起伏不失八定的货物, 十九, 这是永不二时变更的明智准则, 我们虽不二十一能预知未来, 二十二, 但神赐予了我们智慧来引导我们, 那些最审慎明智和有洞察力的人, 最易获得成功。 二十三场所, 选择最为适合和有利于你行业的场所, 对二十四一种工作来说, 二十五某个场所可能是适宜和有利的, 二十六, 但对二十七于另一种工作来说却会导致一个人贫穷。 二十八人员, 选择那些值得信赖的人, 人常具欺骗性, 二十九他们会寻机掠夺粗心大意和轻信的人, 三十以谋求致富, 因此, 三十一有必要对三十二, 他们是否值得信赖做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 三十三不三十四然, 三十五我们就可能因错看他们而三十六不三十七得不三十八忍受于三十九, 他们打交道所带来的苦楚, 至于四十有道德的人打交道, 四十一, 因为这样的人要比其他人可靠, 与四十二, 那些有德性的人来往总是比与四十三, 那些流氓无赖交往更稳妥和合理, 他们在一般人中的名四十四圣如何, 四十五, 这大致可让我们知道他们是哪种人, 只亲近那些我们能够叫他们得益处或叫我们得益处的人, 要记住, 四十六, 虽然我们应对四十七所有的人友好, 四十八, 但我们只应与四十九, 为数不五十多的人亲近, 五十一, 因为我们的工作不五十二允许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去与五十三许多人尽好友情的职责, 因此, 五十四, 只当选择那些聪慧明智和正知良善的人做我们最亲密的朋友, 因为比起我们所选择的友伴来, 五十五, 再没有什么, 更能决定我们目前何将五十六来是幸福还是痛苦的了, 五十七, 与五十八, 智慧人同五十九行的六十弊的智慧, 和愚昧人作伴的六十一, 必受亏损六十二, 六十三, 真言十三章二十节, 三, 要对重大的事情深思熟虑, 显然, 即使机灵多谋的人也常常会因他们的鲁莽而破产, 他们做出决定只是因为表面看起来可能会成功, 或是出于仓促和草率, 而没有对有助于做出一个正确决定的各种因素加以仔细揣摩, 亦没有对由于可能的决定所致的可能后果加以周全考虑, 结果这往往会导致他们自己和家庭破产, 支配他们行动的是幻想或激情, 而不是理智和审慎, 还有的人则因为耽搁而丧失了成功的机会, 这些人做出决策时已错过了行事的时机, 按照事情的重要和艰难程度以及所允许的时间限度, 对事情要做应有的考虑, 如果可能的话, 用一晚上来考虑, 夜晚所思虑的是, 清早再回顾一下, 以这种方法做出的决定将更为明智, 当然, 对于微不足道的小事来说, 花大量的时间去考虑他们是愚蠢和不必要的, 然而, 无论情形如何, 言辞和行为上的慎重总强过草率, 也会使人避免许多危险, 四, 要使你所从事的工作与你的能力相衬, 十八, 要考虑头脑的能力, 不要使你的思想或记忆负担过重, 弹簧拉伸过长便会失去弹性, 一条负载过重的船只会沉没, 头脑负担过重也是如此, 诚然, 一些人的智慧要比其他的人强, 但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 因此, 当你因工作时脑力负担过重而不能侍奉神或以他为乐, 也不能享受你家庭的乐趣时, 当你吃不下也睡不着, 高兴不起来也无心思祷告时, 那就该是减轻你工作负荷的时候了, 十九, 要考虑身体的能力, 不要做超过体能所能够承担的事, 这种错误的做法常常源于贪婪, 贪婪会促使人尽量去争取任何他所能得到的东西, 这会使人沦为他职业的奴隶, 也常常使他因过度劳累而遭损, 这既扰乱了他心灵的平静, 又损害他的健康和体能, 这样的人需要记住, 有必要合理地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去敬拜神, 并为那将来的世界做准备, 我们的身体被神设定为圣灵的殿, 而不是世界的奴隶, 如同神在护理之功中, 极少让任何人担负过量的劳作重担一样, 对那些因贪婪而卖命工作的人, 他能把他们所有的劳作变为虚空, 二十, 不要在安全的限度之外去以资金做冒险, 虽然有识人扩展自己的生意, 当却能盈利或极可能盈利时是合法和明智的, 然而每个聪明人都要在这世上小心谨慎, 而且, 如果一个人在神面前诚实, 盼望保持一颗清洁的良心, 那他就应该让他的债权人预先知道他所经营事业的性质和风险, 并要首先获准他们的同意, 因为随时都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损失或令人失望的事, 所以你无权在没有获得他人同意的情况下 使他们面临破产或蒙受损失的危险, 骄傲和贪婪通常是推动这些冒险事业的动因, 每个明智的人都应对此保持警惕, 做这样的冒险, 常常是以悲剧告终, 出于邪恶野心而贪得无厌的人到头来往往要靠他人的施舍度日, 五,要以你的才能去管理钱财, 如同一个人不应刻薄地剥夺他家庭和本人所必须的事物, 而使他们和自己的健康、安舒和幸福受损一样, 他也应该注意他的花费不要超过合理的限度, 因为这种行为必将导致悲惨的后果, 爱好奢侈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绝食人心和灵魂的慢性热病, 当他日趋严重时,定将置人于死地, 今天,我们的国家里存在着一种骄傲,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之为瘟疫, 它刺激人们去过度消费, 贫穷的人想享受富人那样的生活, 富人想过大人物那样的生活, 而大人物则想过最大人物那样的生活, 一个国家就这样在混乱中打转一些人 被自己的欲望奴役到了如此地步, 以致他们很快就花光了他们的劳动所得, 还有些人则是如此的骄傲, 想让别人认为他们是富翁和大人物, 因此他们购买豪华的房子和家具, 为自己和家人买昂贵的衣服, 享受各种奢华的娱乐, 这样,他们耗尽了他们的财物, 常常还因他们的不义和奢侈激怒, 他们的债权人和职员, 并且,因过度热衷于肉体的享乐, 许多人花费了大量不必要花的钱财, 遭受了破产的厄运, 要抵挡这股邪恶的洪流是不容易的, 任何参与工作的人都需要明智, 他生活的标准应低于他的收入, 而不是高于收入, 六,要经常检查你的收支情形, 这样,你便可以知晓你资金的真实情况如何, 查验自己的灵魂是极有必要的, 不经常查验自己灵魂的人, 必定生活得不尽人意, 或者在属灵方面一贫如洗, 这种查检, 对于管理世间的事物也很有用, 因此, 你应对你的收支情况坚持做系统的记录, 以使你准确和有效地了解自己的收入与开支, 如果你看到收入在增长, 这应唤起你因神祝福你的劳动而感谢它, 因它赐你丰富的收获而赞美它, 如果你看到你的收入停滞不增, 你就当在危险到来之前更加节约和勤奋, 如果你收支的情况越来越越糟, 这将对你敲响警钟, 警告你去查找问题出在哪里, 去面对你过度或不明智地花费, 调整你以后的行动, 在后一种情形中, 你也应该做一番反省, 看一看你是否疏忽了守主日, 不周济穷人或行事不易, 因这会惹动神的愤怒, 可能会致使你的劳作无所收效, 让你的收益如浮云而去。 万君之夜赫华说, 你们若不听从, 也不放在心上, 将荣耀归于我的名, 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 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 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 我已经咒诅你们了。 马拉基书二章两节, 因此, 要省察你的行为, 无论这行为是对神还是对人的, 也要检查你自己事务的情况, 由你自己来检查你的账目, 要比政府派员来做这是好。 而且, 一旦你发现你的资金不足以偿还你的债权人, 那么明智和公益就要求你停止再去借贷了, 这样, 你作为一个诚实人的声誉将得以维护, 将来, 即使你的债权人也会乐意帮你脱离困境。 七, 要控制你行业中罪意使人产生的那些冲动, 必须控制和制服思想的冲动, 做冲动的仆役比做真正的奴隶更糟糕, 基督徒常常面临着这种捆绑的危险, 他有时是因他的货物卖不出去或不能盈利而至的不满, 有时是因他人生意的兴隆和成功所产生的嫉妒, 有时则是使他心灵动摇不定和悲观沮丧的惧怕, 明智得胜的秘诀在于除灭这些罪, 只要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 最大限度地使用了自己的判断力, 我们就不应该因事情的结果而折磨自己, 反而应该对神的智慧和良善感到心安理得。 对于人所关切的今生和永恒的事来说, 虚幻和愚蠢的期盼往往是最致命的, 这些期盼会把人引向毁灭。 某个宏伟计划在遥远之处看来灿烂夺目, 致使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去追求他, 一旦他们接近实现他的目标时, 他却如烟云消散。 这样的幻景甚至使得那些正在下沉的人 被他们愚蠢地期盼托伏在水面上, 直至他们不能避免他们的陈诺, 也不能挽回局面。 性急易怒是另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个人天生的性情和工作的情形都是导致这方面的一个因素。 对此, 必须以智慧和明智来加以意志。 一个聪明人会在发怒前先思绪一番, 考虑一下自己是否真有理由发怒, 以及发怒之后是否会带来好的果效。 他会分析所涉之人的处境和他的能力, 并在心情平和和冷静之后才向他表达不满。 这样,他的审断将更为公正和仁慈, 他的怒气才不会掺和着罪。 虽然客户会惹人恼火, 手下的工作人员会偷闲和不忠心, 家人和亲戚会闹别扭和吵闹不休, 然而圣经的智慧和明智将给这人的心灵带来平安, 不受大的侵扰, 使这些事不能扰乱他对自己事物的管理, 也不能使他对别人粗暴无理。 我们越按智慧行事, 我们就越不会受激情和冲动的挟制。 八, 要考虑到你行业各方各面的情形, 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情形, 一个明智的人会认真考虑他的各种选择 以及做出选择后的情形, 随后据此做出他自己的选择。 许多行业要求我们在做选择时要运用理智, 观察和经验去加以指导。 此外, 我们应该总是按照公益和宽厚的准则行事为人, 我们绝不应以我们的知识和洞察力去欺骗和诱补那些缺少知识和洞察力的人。 不要忘记尽好你眼前的本分, 但却不必为那些你无法去管的事情烦恼, 要因神掌管着未来这一事实而安心。 无论何时在工作中遇到失败或挫折, 我们都要耐心和心甘情愿地顺服他的智慧和统治, 继续信考他的良善、忠心和勤奋的工作, 或许我们的损失会借着神护理之功的祝福很快得到补偿, 即使得不到补偿, 我们也能够在神的旨意中找到平安。 九、要避免重蹈别人的覆辙。 对我们来说, 别人在工作中每个失败的例子都是一个教训, 我们应该从别人悲剧性的经历中去学习智慧, 而不要等到我们自己失败了才醒悟, 让我们留心他们曾撞上的岩石和那层吞没了他们的流沙, 让我们明智地去回避那些危险的事吧。 例如,24、不在工作现场忽视工作的人绝不会获得成功。 一个经常脱离自己工作岗位的人别指望会在工作上成功。 在工作时间与别人闲聊, 购物等会占据大量无法弥补的时间。 当你出去不在时, 或许恰好就有一个好机会来到, 一个大客户来买东西, 当他发现你不在, 他便会到别处去购买。 在工作岗位上待不住多久的人, 所能看到的只是成功的影子。 你要坚守工作岗位, 你的货物要好, 价格要公道, 你的举止要文明, 这样, 在神的祝福下, 你便会更加成功, 而不要东一下西一下地去干别的事, 失去了时间, 也荒废了你的工作。 25、 做担保人, 虽然这样做无不合法, 有时或许还有必要, 但这样做时要十分谨慎小心。 除非你有能力这样做, 不会使你自己和家庭受损害, 给你带来烦恼, 否则绝不要陷入到这种境况中去。 如果你说, 这是出于人情, 不这样做便不可能做生意, 那我的回答是, 虽然你不这样做也许会失去某些境况下的生意, 但不这样做, 你的生意会在一种更为安全的途径中进行。 如果有人说, 你拒绝这样做便是表明你不够朋友, 那么你就尽力去以别的方式帮助他们, 向他们证明你拒绝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你不够朋友或不够关心他们。 因此, 不要与人击掌, 不要为欠债的做保, 真言二十二章二十六节, 然而, 我儿, 你若为朋友做保, 替外人击掌, 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 被嘴里的言语捉住。 我儿, 你既落在朋友手中, 就当这样行, 才可求自己, 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 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 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 要求自己, 如鹿脱离猎户的手, 如鸟脱离不屌人的手。 真言六章一节到五节, 二十六, 赌博, 这种恶习已经毁灭了许多人, 明智的人绝不会沾染它, 这种无聊的事会占去人大量的时间。 我坚信, 打牌或玩电子游戏常常会导致人们忽略个人和家庭的宗教本分, 但我在此主要针对的是那种对某些人来说不仅只是作为消遣和娱乐, 而是作为获利和职业的赌博, 这种赌博会在短时间内毁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 使其无法恢复元气。 虽然还有其他猪般的恶习也会引人走向毁灭, 然而赌博和作单保人这两桩蠢事会在沙纳间将人毁灭, 因此, 要坚定不移地去防范它, 不可行恶人的路, 不要走坏人的道, 要躲避, 不可经过, 要转身而去。 真言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明智也将教导你不要对他人的事过于好奇, 不可多管闲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 无论是他个人与神的相交, 施舍和救济穷人, 照顾亲友和家人, 还是他工作的责任。 除非有正当的理由, 否则多管他人的闲事, 就是不明智的。 这种无聊的习性会占去人大量的时间, 并且还不会促成什么好事。 而且, 也不要对国家事务投入过多的热情。 许多人十分喜欢在这方面纵容自己的愚蠢, 他们对政治装得十分在行, 以为自己知道许多政治密文, 鲁莽地对一些他们并不了解的事说三道四, 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找得出领导人的不是, 就每个问题去指责某人。 这样, 他们不但显露出自己的极大愚昧, 而且还致使他人忽略自己的职责, 有时也使人们抵制明智和必要的行动。 有时, 这种愚昧甚至还会煽起造反和悖逆, 你应该专心致志地去完成你的工作, 并履行生活中的其他责任, 以明智和值得称赞的方式去促进公益事业, 而不要让假装的敬钱说服你去扰乱社会的安宁, 使你的统治者丢脸, 或着手去制定一项与你国家法律相违背的计划。 统治世界是神的事, 统治一方民众是政府官员的事, 你的事是甘心乐意地服从或是默默地忍受。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授辱骂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场住在你们身上,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 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 却不要羞耻, 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十, 要妥当安排生活中的日常事务, 使之不妨碍尽你做基督徒的本分。 的确, 有的工作允许一个人去尽基督徒本分的时间, 比其他的工作要少。 然而无论身处何种职业, 敬前的基督徒都会去寻找和利用机会尽这种本分。 他绝不会让自己对今生事务的关注致使他忽略来生更重要的事情。 他个人的灵修预备好他去做他的工作, 而他的工作又促使他渴望去做个人灵修。 这样, 他便享有了神对他工作所赐的祝福, 获得未尽好他的本分和承担他的责任所需要的智慧和美德。 但轻率愚昧和不敬前, 会使一个人认为基督徒的本分趣味所然, 使他以各种借口去解释自己没有尽这些本分的原因。 最后, 对基督徒来说, 在工作中做到明智是非常重要的。 这比他所有的财产和朋友都有用, 因为他会使得他对他人友善和友谊, 也使他自己快乐幸福。 因此, 我们应该尽量去获取这一优秀的品质, 把这作为我们的目标。 的确, 精明是天生的, 个人的精明程度不尽相同, 但我们能够在已有的基础上磨练得更加精明。 借着仔细观察事物, 去推断其可能的结果, 这是非常有用的。 但首要的是控制自己的冲动, 使之不让我们的判断产生偏见, 也不使我们急于去做需要我们谨慎去行的事。 总之, 轻率行为的发生, 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正确判断的能力, 而是因为我们的冲动和急躁。 所以你要, 十二, 向人学习, 从事中求知, 每个成功或失败的人都能供你做借鉴。 所罗门是这样学到智慧的,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 无知人的葡萄园, 荆棘长满了地皮, 刺草遮盖了田面, 石墙也坍塌了。 我看见就留心思想, 我看着就领了训会。 在睡片时, 打盹片时, 抱着手躺卧片时, 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素来, 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地来到。 箴言二十四章三十节到三十四节, 二十项智慧之人求教。 只要你愿意从别人身上吸取教训, 你就可能很快掌握他们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学会的功课。 别以为所有智慧和明智的方法及规则, 只能靠你自己的技能和精力才可获得。 相反, 要向有智慧的人学习, 而不要在愚人中因有一点小聪明而骄傲, 因为倾听智慧人忠告的便有智慧。 二十四, 研读圣经, 圣经是全智之神的话语, 在圣经中, 特别是在真言里, 你将发现适用于生活各种境况的智慧格言。 四十一, 祷告, 祈求众光之父来指导你, 因为他赐人智慧, 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 真言二章六节, 记住,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雅各书一章五节, 神比所有的人都智慧, 那些一丝不苟和横心依靠他的人, 也必定是最有智慧的人。 我所提倡的是一种诚实和值得称赞的明智, 而不是那种蜕变为诡诈和狡猾的习性。 人不可披着智慧的外衣去欺骗他人, 那种智慧是从下边来的, 只会引人走向地狱, 因为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 无论这些人对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抱和看法, 在世人中, 再没有比那为了一点点暂时利益而有意去冒犯神, 损害他人并毁坏他自己灵魂的人, 更愚蠢的了。 十一, 请仔细默想以下经文。 一, 施恩与人, 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 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肃明自己的冤。 诗篇112章5节, 二, 我儿, 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 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 为要使你, 谨守谋略, 嘴唇保存知识。 箴言五章一节到两节, 三, 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 又寻得知识和谋略, 我在公义的道上走, 在公平的路中行。 箴言八章十二节, 二十节, 四, 明哲人嘴里有智慧, 无知人悲上受刑障, 智慧人积存知识, 于, 妄人的口诉致败坏。 箴言十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五, 扰害己家的, 必承受清风, 愚昧人必做会心人的仆人。 箴言十一章二十九节, 六, 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 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 箴言十三章十六节, 七, 智慧妇人建立家世, 愚妄妇人亲手拆毁。 通达人的智慧, 在乎明白己道, 愚昧人愚妄乃是诡诈, 愚蒙人是话都信, 通达人步步谨慎。 箴言十四章一节, 八, 十五节, 八, 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告有, 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 箴言二十一章二十节, 九, 房屋因智慧建造, 又因聪明立稳, 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 箴言二十四章三节到四节, 是, 我差你们去, 如同羊进入狼群, 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 训良像鸽子。 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